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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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呢天氣終於好一點了 那在上一集的影片呢 收到大家蠻多的關心 還好啦我沒有事情 因為其實平常防護裝備都穿得很多 皮肉傷而已大概兩個禮拜 之後就好了吧 現在目前也都沒有什麼大礙 這樣子 真的全罩是救了我的下巴 真的是嚇死人 那上次有看到一些觀眾就在問說 會不會摔車之後 可能會怕騎車啊什麼的 我是覺得 還好啦就是學個經驗嘛 之所以會摔車 也是因為除了自己對那邊路況不熟之外 而且也算是經驗不夠 看到一坨泥巴還要硬闖過去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去 台北Computex 就是國際電腦展 那很多3C的廠商都會在那邊 進行一些火力測試 就是展出他們家今年最強的產品 這樣子我要先去找阿邊 我們今天要一起去台北這樣子 所以我先騎去他家 然後我們再衝向台北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就展覽上面見啦 我們剛剛終於停好車了 來到了南港山南館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進去 來看一下今年Computex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今天天氣超好 太陽超大 快被曬成肉乾了 趕快走過去 OK我們現在走到Computex裡面 我們先去看看 之前有哪一些合作過的廠商好了 來去看看他們今年有什麼新的產品 前面是巨蟒是不是 來我們來去看一下 他們這邊非常有那種森林的感覺 還有一些蛇在這上面 非常酷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有什麼產品 我們家最主要做的還是TS的系列 然後上一代的話是MLC的顆粒就是N系列 那現在T系列是TLC的顆粒 然後在未來 預計在2019的第三季 會上市Q系列 現在還是在測試的階段 工程部還在測試 就是測試QLC上市的穩定性這樣 這邊的部分的話是我們 還在規劃的一些周邊 這些展示的都是我們 第一批出來的Sample 就先展示給大家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所以這些不一定會上市 就是看大家的反應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 硬底的 然後有附Qi的充電 所以有無線充電手機 就可以擺在上面這樣充電 對沒錯 然後這款就是復古風的 這款蠻漂亮的 對 反應最好的是這款 打字機的樣式 復古打字機 剛剛有個老外來看到說 All-school Keyboard 老風格的鍵盤這樣子 如果我們要上市的話 可能會先以輕軸為主 輕軸為主 輕軸也是大部分 剛踏入機械式鍵盤的人 最想要嘗試的一個軸程 按下去會有那種清爽的聲音 這邊就是我們記憶體的部分 我們之前最剛推出的時候是綠版 然後後來有些客戶跟我們講說 他喜歡黑色的 所以我們後面就改款成黑色的 但其實裡面的顆粒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用美光的顆粒 所以他體質應該相當的不錯 體質相當不錯 因為美光的顆粒 相較於其他的牌子 也算是單價比較高 這是我們RGBET系列的 上次的開箱影片有曝光過這支記憶體 所使用的那個顆粒是三星 三星的 更好的顆粒 你們自己有開箱過 對 我們自己有開箱過 他的體質真的 對 他的體質相當的棒 這就是我們PCIE的部分 GEN300後的PCIE 這算是我們速度比較高階的 所以相對的客群比較少 但是其實我們有做 有些客戶可能會不知道說 我們家有做這個東西 對 因為是經銷商跟我們講說 他客戶有這個需求 我們才會出貨給經銷商 不然一般我們這個東西 不會特別去生產 我看到讀寫速度蠻快的 對 讀寫速度比較快 但單價也相對比較高 比較高一點 這是GEN300 II 這價格相對會比較好一些 也是跟那個GEN300 IV的情況一樣 就是在市面上相對比較少一點 那上面那層是散熱片嗎 對 上面這層是散熱片 它中間有貼那個散熱膏 不算散熱膏 不算散熱膏 算是散熱貼 然後貼在顆粒跟那個主控的上面 就以便它散熱這樣 對 仔細看應該看不到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樓 我們先去找威剛看看好了 好不好 最近合作過蠻多次的 來去找一下威剛的展場在哪裡 野生鏡在前面 野生鏡啊各位 野生鏡 好啦 沒事啦 我們剛剛才吃過飯而已 就小聊一下這樣子 哇賽 看到威剛的XPG那邊 他們今年的展場也太浮誇了吧 繞過去看一下 好多人喔 今天明明是平日人超多的 來給各位看一下威剛今年的展出 是展什麼東西 超浮誇的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裡面看一下 他們有什麼東西好了 那我們來想看一下這次XPG 在Computate上面有怎麼展出一些 全新的產品 有請這位怎麼稱呼 我是叫Louis 好 我們請Louis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XPG的PM 那我叫Louis 那這次電腦展的話 我們首先是展出我們的Spatrix S40G 它是一個RGB的M.2並疊 另外的話也有展出我們的Spatrix D60G 現在是市面上發光面積最大的 達到60%的發光面積 在一冷的時候它可以達到5738MHz的紀錄 那空冷的話可以達到5200 對 所以這是我們新創的一些紀錄這樣子 這裡的話我們有兩台新發表的機殼 一台是XPG Invader 另外一台是XPG Barracruiser 那它的命名概念的話是以太空船來命名 那代表的話就是裡面可以裝很多東西 設計的話我們想要讓用戶比較好安裝 跟很多空流 所以我們前面的空間都是留很大 讓風表好進去 好 安裝方面的話它前面就是 是用一個磁吸的 磁吸的下面 然後上面是個卡溝 所以它就非常好拆卸 那濾網也是磁性的 對 然後這個的話 XPG Invader 它也是前面是完全的磁性的前面板 那前面就是直接拉下來就好 拉開就可以 對 拉開就可以 都是用磁吸式這樣 對 都是用磁吸式 兩台機殼的話 裡面都有內建ARGB的Controller 那你就是可以按燈光的話 它是可以 它從下方這樣子 這台的話主要就是下方 就是按的話 它都會有做一些燈光效果 不用特別這套主機板 這款預計什麼時候會正式開賣嗎 預計的話都是Q3的時候 Q3的時候 它是鐵面板 然後旁邊是強化玻璃 然後安裝上的話 我們都是挺便利性的 那我們有做一個小的卡溝 讓它你卸下來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就是整個掉下來 那有個卡溝它是會先卡住 它不會直接就是整個掉下來 讓你安裝上會比較安心一點 現在機殼上方 它們也是可以數得上水冷排 可以 都可以 空間夠大這樣 對 所以它前面的話可以支援到360 然後這一台的話 前面也是360 上面是240 然後另外它比較特別的話 就是它側面也是可以安裝水冷 可以裝到兩個HDD嗎 可以 兩個HDD的話是在這裡 所以它是2顆3.5 然後最多是可以裝到4顆2.5 最多是可以裝到4顆2.5 這台的話就可以裝很多 它後面總共可以裝到5顆2.5 5顆2.5 5顆2.5 跟2顆3.5 對 那空間真的是滿大的 對 沒錯 應該符合現在大部分人的需求 對 再來這邊是你們準備要上市的電腦周邊產品 對 沒錯 那這裡的話是我們的 XBG Summoner 那這是我們的新的鍵盤 嗯 這一次的話我們是用Cherry MX的軸承 Cherry MX 對 所以它是得制的 它也是 機械軸承是先開始的 那我們將會有 銀軸、紅軸跟青軸 三種不同的軸承讓你去選擇 那還有很多的多媒體的控制器 然後這裡的話是一個磁吸式的手托 對 讓你使用上的話會更舒服一點 另外的話這是我們的新的滑鼠墊 它叫XBG Battleground 這個命名的話就是 這是你的戰場的感覺 對 就是你放你的零組件 然後讓你去打仗 非常大的滑鼠墊 而且是RGB 對 它是RGB的 然後非常大的 它是900x420 900x420 所以是讓你可以放到你很多的東西 整個桌面都可以放下 沒錯沒錯 像你說它也是RGB 那另外的話比較特別的是它的材質 S1是用一個Codura的材質 然後它是防潑水跟防刮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的飲料落上來的話 你稍微拿一個抹布還是 擦拭式就好了 對 並不會整個滲透到你的桌子 當然我會覺得是 不是RGB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對 比較好清洗 對 因為總是怕水去碰到電路板的話 還是會可能會有點 比較不好的影響 最後的話我們這裡有 我們新發表的耳機 它叫XBG Precob 那這是世界上第一款 雙單體的電競耳機 它有一個靜電的單體 然後負責的是高頻的音頻 那另外一個是動鐵的單體 那是負責中低頻的 那這樣子的話 讓你玩遊戲的時候 它的音樂會更廣闊 就像是如果是單一單體的話 可能聲音不會那麼的廣 這支耳機的話 也會過Hi-Res的認證 主要是Sony主導的一個認證 那就是給你更好的音域的表現 可以讓你有無失真的音樂的呈現 另外的話它的耳機是一個 音樂C的耳麥 它可以幫你過濾環境噪音 對所以如果是你在打電動的話 你就不會聽到你後面的狗在叫 或者是你媽媽 媽媽在叫你之類的 或者是你其他旁邊的鄰居 在打鬧鬧之類的 對所以它是可以完全過濾掉的 那這支耳機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這次是用USB Type-C 跟3.5mm的接孔 不管是你的電腦 還是你的電競手機 或者是Switch 你都可以使用它 然後再來的話它是有 虛擬的7.1 對 虛擬的7.1聲道 另外一個就是 Music的模式 音樂的模式 然後這些新產品的話 大概都會 Q3會陸續上是可能 8、9月的話 它是慢慢都會 在通路上都是購買得到的 好 謝謝 好的聽到這聲音你們就知道 我又忘記錄結尾啦 所以只能在回家的時候來錄製了 那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Computex 終於見到各家廠商撒錢式的火力展示 對尤其是那ROG 那由於我這次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只能去展場一天而已 這個地方真的要花非常多時間才能逛完 所以才大概拍攝了一下之前合作過的廠商 不過還好其他乾很硬的Youtuber 像是Gin阿環還有阿澤等等 都有去各大展去拍片 有興趣的觀眾都可以去他們的頻道看看 那在最後因為Computex要年滿18歲以上才能參加 有很多觀眾想去但是沒辦法 所以肥宅我就決定在展場上面 拿到的一些贈品給他抽出去 那詳細的抽獎辦法都在我的FB粉專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今天這超偏離的小街路遊記 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給我我也規� 等等 etc